各位XF觀眾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華慶Desk Mini A300 有觀眾可能會問 Desk Mini A300 都推出了一段時間 今時今日才介紹 蛇叔是否搞錯了 蛇叔並沒有搞錯 當然Desk Mini 目前為止 支援Ryzen 2000系列和3000系列的APU 不過華慶官網最近推出了Beta版的BIOS 有人發現可以支援Ryzen 4000系列的APU 雖然Beta版的BIOS 在兩天內已經被華慶下架 但網上總有方法可以下載 蛇叔自己當然有做這個backup 前兩天在XF上寫了一篇文 關於Desk Mini 升級了Ryzen 4000之後的表現 既然證實是Word 我自己也是一個Desk Mini的用家 當然急不及待升級 所以今天就在場特意購買一顆 Ryzen 5 Pro 4650G 等著升級完就放在Desk Mini 上用 究竟升級是否麻煩呢 接下來我們就和大家分享這個升級過程 升級的第一部就是Update Beta版的BIOS 大家可以下載Beta版P360L或P360N的BIOS 放到USB手指之後 進入BIOS進行升級 整個過程大概要幾分鐘 Update完BIOS 之後就可以開始升級大計 第一件事當然是先開一顆新的CPU 這次開的就是Ryzen 5 Pro 4650G 雖然它是一顆罕貨的CPU 但包裝就像一個附件裝 純粹是一個風扇 還有一個U 然後用一個膠包著 我們現在就先開 這個就是CPU本身 它裡面就像平常的Bossier一樣 都是一個膠索盒包著 而它跟著的HitSync 其實都是之前可能 3200G或3400G 跟著那種 矮身的風扇 其實這個風扇 本身都可以安裝在Desk Mini 但是你要先拆掉外框 我本身這部2400G 都是用這個風扇 我們開始拆我們Desk Mini 其實升級就不用拆掉 但我都跟大家講解 在這部2400G裡面 最主要其實是 基本上你用Desk Mini的A300 除了買U之外 你就要買一條M.2 SSD 以及兩條SoDim的Notebook RAM 其實最好就是 因為你用Desk Mini 因為你要用IGPU的關係 所以最好都建議用兩條 行Dial Channel 這樣你那個IGPU的效能 才會有最好的發揮 現在我們就要 鬆掉CPU的HitSync 我們就拆掉W 現在就直接換一換新的CPU 好了 成功了 上去吧 我們就塗上一點散熱膏 這個時候先抹多餘的 因為AMD CPU 如果你太多散熱膏的話 你下次拆掉 你下次拆掉的時候 就有機會連U氣 好了 我們安裝這個HitSync 也有少許巧妙 你看到HitSync 本身 是有一粒滴 一粒很討厭的滴 如果你有一粒滴 以外地向這邊 即是向這邊 即不是向AMD 而是向供電 的話 你就有機會 進入的時候 就會頂到這個位置 所以就 如果你打算用這個HitSync 記得上去的時候 就記清楚方向 那粒滴 是向AMD 那邊 照片都結束了 就把CPU風扇 這條線收回去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大致完成了 我們把RAM的照片 基本上 我們把相機放進去 然後基本上就升級完成了 好 我們用少許力推進去 那我們就完成 我們的 升級的Desk Mini 既然我們升級完 我們的Desk Mini 當然試試它還穿不穿 好 我們準備一下 好 好 大家看到 畫面 是著的 而且也認到 Ryzen 5 Pro 4650G的CPU 我們不如簡單說說 這個BIOS裡面的選項 好 在Desk Mini A38的主頁 就會見到 Ryzen 5 Pro 4650G的APU 好 第一個要設定的選項 就是RAM的頻率 我們就設定 DDR3200 而IF 我們要設定16 大約做1比1的效果 如果大家知道 大家RAM的CL值 也可以設定 留下 就會有電壓 除了RAM有關的設定之外 我們還有一樣要設定 就是 UMA的Frame Buffer Size 如果大家用兩條8 即是16GB 我建議大家設定4GB 如果像我一樣 是兩條16GB 就可以設定8GB 好了 是這麼多東西設定 可以選擇F10 然後選擇 升級之後 蛇叔也行了少少 Benchmark 比較一下 升級前和後的分別 SIMBench R20 升級了4650G之後 錄得3560分 比起2400G高近一倍 而3DMark Fast Strike 錄得3792分 比2400G高幾百分 我們看完 Benchmark的Performance 證實了 其實這個升級 絕對沒有白費 始終由4Core 8GB 升級到6Core 12GB 雖然GPU 在規格上弱了少少 但它會用高頻度 去彌補差距 剛才我們進行Benchmark 也看到 其實有分數 比之前用2400G 都算有進步 3DMark也接近有4000分 如果能進行3600RAM 當然 始終這都是Beta BIOS的關係 始終可能有些不穩定 或者有些古怪的Buds 所以各位如果打算用Desk Mini 玩Ryzen 4000的APU 就要自己承擔風險 我自己就承擔了 今次Desk Mini A300 Ryzen 4000升級計劃 大致是這麼多 大家記得如果喜歡 就分享一條影片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